然後這個乳肉飯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裡面底下還有鋪肉燥 還有滿滿的高麗菜跟豆瓦菜加一塊油豆腐 這樣超大一碗只要50塊錢 然後我還有另外點一碗豬血 那也才15塊 超級便宜 雖然我開頭說不要再直吃霸丸了 可是因為聽說這一件事 只有在地人 而且是老饕才會知道的 隱藏飯霸丸店家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我來試試看 大家好 歡迎來到時光旅人 我是幼蓮 現在呢 我人位在彰化的園林 大家看標題就知道 我今天就是要來園林吃爆 而且有很多店家都是 園林的在地人推薦給我的 這一集看完之後 你就有很多美食清單可以選擇 所以下次來彰化園林的時候 不要再去吃什麼肉圓啊 控肉飯啊這種 那我們就一起來去吃爆吧 GOGO 它總共有賣兩個口味 一個是高麗菜口味跟紅豆口味 然後我就各買了一個 然後它一個的話是七塊錢 然後我先來吃高麗菜的好了 它吃起來的餅皮真的是非常的Q彈 蠻像在吃麵包的 非常的古早味的那種餅的味道 高麗菜還有加胡椒下去調味 味道是蠻夠的 就是有胡椒的鮮味 然後加上高麗菜脆脆的口感 這個口感還蠻豐富的 然後我先來吃吃看它的紅豆 它紅豆很甜 甜而不膩的那種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整個吃完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油 比這個當早餐的話 可能會有點負擔 那我們就去吃下一家吧 GOGO 再來要介紹的這一間 它是已經開了60年以上的 東門賴家碗粿 然後這一間店從我們經過它 到我買它到我買完它 它排隊的人潮完全沒有在減少 而且感覺都是在地人去買 然後一次都是買那種一大袋 就可見它應該是真的是 蠻厲害的一間碗粿 先來吃它的碗粿 因為我剛剛吃第一口下去 只有咬到它外面的那一層 櫃的部分 吃起來就是非常的軟Q 然後沒有米腥味 它就是嚼起來就是非常香的米飯味 然後它裡面的絞肉吃起來就很像 在吃包子的那種內餡 上面有加那個是菜脯 然後裡面有絞肉 加上它的醬 就是整個甜鹹綜合的那種搭配 再來我要吃它的蘿蔔糕 它蘿蔔糕切得非常的有個性 它蘿蔔糕表皮喔 把它稍微煎一下 有一點微焦微焦的 就是帶一點微脆度的那種表皮 我剛先吃了一口原味 我覺得它原味就有 就是蘿蔔糕的香氣在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 一定要加它的醬去吃 整個變得超好吃的 這個是早餐吃到會很開心的 那種蘿蔔糕欸我覺得 那我們來去吃下一件 Go Go 再來要介紹的這一間 它叫做霞米苔木 然後這一間也是員林在地人推薦給我的 聽說是它從小吃到大 那種很豐富味 我就點了一碗米苔木 然後一碗才30塊 我覺得超親民的這個價格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們的米苔木 它米苔木我覺得是有一點QQ 但是又帶點軟軟的那種口感 它湯的味道沒有很重 都是油蔥的香氣 但是蠻清甜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重口味的人 可能就是另外撒胡椒會比較適合你 並不能撐上去多特別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它蠻耐吃的 但我看在地人就是隔壁座 好像都是點拉米比較多 比較少人點米苔木欸 或是點錯普香的 那這間吃完的話 我們就來去下一間吃 這一間來到的是 你沒有看錯 它就叫做高雄肉丸 雖然我開頭說 不要太只吃肉丸了 可是因為聽說這一間是 只有在地人 而且是老饕才會知道的 隱藏版肉丸店家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來試試看 然後呢我就是點了一個 它的招牌的肉丸 它的外皮非常的Q彈 非常的彈牙 你一直咬一直咬也不會覺得沒味道 它就是一直咬一直咬 都有它的醬油的鹹香味 我覺得是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肉塊很入味 然後有加了黑胡椒 所以是吃得到一點點黑胡椒的香氣 筍塊也是非常的脆 因為它加了那個 糯米醬跟它的醬油 也是鹹中帶一點點甜的那種醬 就是非常的鹹香好吃 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再來去吃下一家 這一家最有名的就是 他們家的排骨飯 它的排骨看起來炸得非常的好吃耶 然後這個乳肉飯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裡面底下還有鋪肉燥 還有滿滿的高麗菜跟豆芽菜 加一塊油豆腐 像超大一碗只要50塊錢 然後我還有另外點一碗豬血 它也才15塊錢 超級貼 然後它的話其實就在 遠鄰火車站附近 所以如果你是搭火車來的人 其實一下火車就可以來這裡吃吃看 好開動了 它的排骨外皮炸得非常的酥脆 然後它的肉吃起來還滿嫩的 然後加上它也是表皮有撒胡椒 所以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夠味 它底下肉燥比較偏乾 它是沒有淋太多的滷汁的 可是你可以吃得到那個 滷香超級夠味 它的高麗菜跟豆芽菜是並沒有另外調味的 所以並不會讓你覺得吃一碗下去啊 會覺得很鹹啊或是很膩 我覺得那個豆芽菜跟高麗菜就是 增加它的一個清爽的感覺 它豬血湯15塊而已 然後裡面就給了5塊的豬血 然後它的湯非常的香 就是有那個胡椒香氣 加上它又有酸菜跟韭菜增加它的香味 這家我很喜歡 這樣才65塊吃超飽的 那我們就再去繼續吃下一間 Go Go 再來這一間來到的是一間飲料店 它叫做原味菇屋 這間店它就是主打的是一些 無咖啡因的健康飲料 然後我點了一杯是他們店家推薦的 黑糖寒天脆果 我覺得喝起來有點像在喝那個 檸檬愛玉的感覺 然後加一點點那個脆鮮果的口感 這個如果是喜歡喝酸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喝這一杯 它喝起來很清爽 這一杯喝下去應該會很有爆速感 然後我們剛剛另外還有買了 蕎麥鮮奶我覺得也還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我們就去下一間吧 Go Go 下一間來到了這一間是 圓林公園地瓜球 它是雙色的那一種裡面有黃色跟紫色的 黃色地瓜球是頗圓形 然後紫色地瓜球是比較圓圓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它的地瓜球吃起來外酥內Q 你剛一咬下去你會覺得 欸這好像是空線的地瓜球 不是咬到最後可以咬到它裡面的 一點點地瓜線 吃起來超級Q的 它的地瓜味還蠻濃郁的 就是很香 這個感覺放冷的應該也會蠻好吃 只是我覺得現在熱熱的吃 就是一個外酥內Q的口感 我覺得可以 那我們就來去吃下一間 好的現在來吃這一間叫做 真北平豬肉餡餅 然後這一間其實有很多個 就是分店嗎 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有開這一間 真北平豬肉餡餅 可是聽說他們都是 自己出來做的 但是口味上都會有點不太一樣 它長得很酷欸 它長得是那種半圓形的 它吃起來很像在吃炸水酒 肉皮很酥 就是煎得很酥 它裡面的餡料就是薄薄一層扁扁的 沒有說很豐富 很豐滿 味道上的也有點不太夠 就是它好像是需要醬 加了一點它的醬去調味 口感上來講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味道上我覺得它略顯不足 然後這樣一份是25塊 覺得就是2.2的話 可以買來墊個肚子的 那種小點心啦 終於來到我們吃爆系列的最後一間 八寶一亞冰 然後這一間也是開了非常久的老店 我就點了一份西歐麻糬 跟一份招牌一亞冰 然後都是各35塊錢 我現在先來吃吃看一亞冰好了 它有非常多那種古早味的剉冰裡面會有的料 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真的是 非常古早味的味道 裡面的湯頭的甜 就是那種綠豆湯的甜味 有人跟我們推薦它們休麻糬 非常的好吃 然後我來吃吃看它們的休麻糬 然後我覺得它麻糬非常的軟Q軟Q的 咬起來的口感還不錯 它麻糬撒的那個 芝麻粉跟花生粉 我覺得香氣還蠻濃郁的 就是你吃進去那種麻糬QQ的口感 然後就會接著就是 芝麻香跟花生香這樣散發出來 這兩個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的熟麻糬在我心中 分數更勝一球 就是一個勾渣魚的小食店推薦給大家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吃爆圓林的內容 如果想看其他吃爆系列的影片 可以點旁邊的影片連結 如果你也有想要推薦給我的圓林美食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